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家主冯一郡 事待打铁为少 不知为何忽然变入了市 如今是掌管兵器的上方令 许敬忠定期会给董餐馆银钱 他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至于许敬忠将军械运往何处 又卖给何人 他一概不知 许敬忠 这名当真有趣 就是不知他究竟在向谁敬忠了 此番坐为多久了 左右半年多了 这半年来 除了咱们最后一战 天底下未在其干戈 这许敬忠吞下这么一大批军械 看来他的买家所图不小 此人现在何处 自董餐馆被捕后 已几日不曾楼面 继续查 是 那董餐馆那边如何处置 他对上方令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 死罪可灭 活罪难逃 论罪 他当发配边塞 告诉廷卫府 发配前 让他回趟陈家吧 能抓住董餐馆 查到这些线索 也有陈四娘子一份功劳 我们当投桃报李 还他一个人情 发配前 让董餐馆见一眼情人 邵主公什么时候学会 偷逃报李了 不是说不管上司娘子死话 还问 你是想避刑还是关钱 邵主公不会对我们这么狠的 那得看心情吧 我明日便放董餐馆回家 报答成家娘子 这么多好东西 我可从未见过 这簪子可真好看 还不止这些呢 女君心中记挂你公子 这么些年但凡是见着 都想给你公子留着 还有别的好东西 当然有 这些都是替你挑的书解 书解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绝不可遗矣 世上最珍贵的便是书 你挑一卷读给我听听 看看你以前都学了些什么 再筛选更合适的给你 准备 一般设计 追选更好 老婆 这下最高投入 好 我再给你 有个帅情 那我还是重新的图需要 把脚刀装 快读吧 怎么不读啊 脏子疼 说实话 是不是有好些字都不识的 都不认识 都不认得 也不是 有我几个字看着还听眼熟的 这个 苍 苍 苍对吧 什么 什么什么 以 以 以教 什么什么 子 还有几个眼熟的 是苍结作书 以教后寺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 幼子成诏 谨慎尽戒 十几个字 你才识得四个 咱们鸟鸟 可真是聪慧 就该修了那毒妇 我们把孩子交给她 她竟交成这样 这种夫人用心恶毒 女君学识渊博 她竟然立女公子成了 正眼瞎 对吧 没事 阿富啊 以前也是正眼瞎 不过有你阿母在呢 你阿母的学识啊 别说在乡里 就是在整个郡县 那也是很有名的 对吧 其实也不能全怪二叔母 我的确不爱读书 可能是随了阿富 那就慢慢学 你阿富四小忙于浓雾 之后又四处征战 自儿立之年才开始习闻 如今朝政奏章四处寻报 他已能够畅阅无碍 读书的事啊来日方长 董家人快来了 夫人随我先去 妙奖啊 会计更衣 这些书简都留下 家中出了如此大事 还有心书装打扮 他让长辈们在这儿候着 往日离二叔母 是怎么教导你的 二叔母晚日曾说过 懂性情情 与我毫无干系 也不必见 所以娘娘不知 是该来 还是不该来 怎么遇你毫无干系啊 你是我家女娘 正经母家人 为何不能相间 你少说我几句吧 这儿除了小辈的女娘 都比你大 少商来晚了 我们都没责备 有你什么事 三娘子到 我好 杨阳建国大母 我父伯母 阿母 你曾也来到这般迟 女夫子布置了许多功课 所以她都迟了些 这倒不是我自夸 娘娘虽自小 不在我身边长大 可在旧父家时 旧好看书习字 不像有些个小女娘 成日里尽挂住贪婉胡闹 不肯读书 凭我是打也不行 骂也不得 真叫长辈们操心 阿妇阿母 娘娘不爱读书 多亏了二叔母 从不强求我 二叔母还说 女娘嘛 日后记得郎学的名字就可 学这么多也是无用 不必像我阿母这般 能文能武的 你少扯这没用吧 蠢货 她若是散漫惯了不学好 将来 跟我那个不成妻的弟弟一般 被圣上 发配到边疆去做苦力吗 你少玩一看 你少玩一看 我一定会在学校 快扶我去看看 快 我呀 我呀 好 唐子 坐着干嘛 看热闹去 走 好 阿丁啊 你到了边关一天好好照顾自己啊 千万千万 不要再做出什么糊涂事了 阿丁啊 好 好 还以后 以后你们家人 不要再上这儿来了 大郎官吃要升上去 家里总要立规矩 总不得像乡下一样 什么善猫走手的都往家里转啊 阿丁不要要力了 力了 我说大郎这瓶 叶阳和佛就在地上耍脸是跟谁血的 我怎么不管你了呀 我怎么就不管你了 家族媛媛 目标非议战备 仔细大伯母的身杏痕 还没有发呢 今处都有奴婢使坏 阿夫在世的时候 哪有这般光景的好日子 我怎么就对不起阿夫了呢 可是你过得比我更好 我就应该过得比你好 成家的好日子 都是大郎学历活力拼出来的 你是董家子 我是成家父 咱们虽然是手足 但是败的祖宗已经不一样了 知道 知道啊 今天 成家全家都来给你送行 已经是天大的情分了 成家 就是你 你 这是成家 还容不得你在这里耀不扬胃 成是 我到这白眼了 像谁 小小年子 冲霉知情 无情无义 都是碎了你呀 成长是 难怪他要这样对你呀 好 舅爷说的这是何话 大母他如何带我了 阿子当日亲口跟我说的 小时留下这个小弟娘 日后 恐怕会和他阿母一样 招人厌分 不知道早日把他气了出门 也省了成家的米粮 你 你可 你 你说 你说 你 你说 我 我什么时候 说个这样的吴啊 你少污蔑我 这 舅老爷我不是疯了吧 怎么在这儿会要乱语呀 快来大哥 快把人拉走快呀 对了 还有你 你这儿养个小几年 不过十几年 咱们把他给养废了 啊 让他之后补救都来不及 不不不不是 这这这 知道为什么 不就你习闻十字十里了吧 啊 我外甥这些年寄回来的银两 全跑泥河边里去了 牛叔 你还在这儿装生呢装 你还带走啊 快点 你们成家 快点 无情无义啊 是我于刘芳不顾 我让你们待在这儿 你就讲安生 你是谁呀 你快走吧 你再不走我们家的日子 过不下跌 阿慈 你当年在阿宝那些 你当年在阿宝那些 你早知道吗 你早知道 你早知道 你这样对着去 阿宝再见之令吧 可曾有查到徐锦忠的消息 少主公 咱们的人 在他的宅子外面 守了好几日了 他未曾归家 始终下落不明 他可有任何家居 无妻无子 截然一身 我问你们 如果你们想要避人耳膜 会选择何处 自然是自己最熟悉 其他人猜不出的地方 没错 人风危难之时 通常会选择自己熟人之处 所以董仓官 才会躲去当年与陈老夫人 相依为命之时 所住的乡下庄子 这许静忠无妻无子 老家又在府里居 所以在这都城之中 他最熟悉之处 除了自家宅员以外 就是打铁铺子了 属下立刻排查城中 所有打铁铺 准 这个杀千刀的祸害 总算是走了 害得我险些一口气 没喘上来 你也是脑袋糊涂蠢笨 怎么能拿大郎辛苦 正来的奖赏 投葛氏布庄呢 赔个底儿掉吧 幸亏是有大郎和三郎是好的 我要靠着你们二方 我还不得喝西北份啊 阿姆啊 三弟来信说 过几日能回都城 今年可在家中过正担 自孩儿起世十一年 难得我们三兄弟 能齐齐整整地团聚在阿姆的膝下 也可好生热闹一番 这么多年哪 你们兄弟东一个西一个 阿姆这心哪 就没胡隆哥儿过 军姑 三弟两口子会在青县 与宋儿少公会合之后 一同归家 除了还在边关镇守的 咏儿小两口不能回来 我们一家人 总算是真正团圆了 对对对对 你赶紧收拾收拾屋子 咱们程家 好久没这么热闹喽 军姑 这一时之间 哪疼得出那么多间屋子啊 对了 之前不是说要给四娘子备件书房吗 我看她也无善用处 不如先把那两间房腾出来 给侄子们捉 四娘子 应该不介意把房子让出来给兄长住吧 可阿姆说了 如今让我日人文书 这可怎么办 有心读书哪儿不是书啊 这也不过是应急之策罢了 弟夫说得也没错 若真心想要读书 就算是马厩草棚也能读 鸟鸟 不是让你每日在屋里问书吗 怎么还不去啊 秦聪 督促鸟鸟不备完书 不许吃饭睡觉 其实四夫也不反对 那我明日就令人将书房先收出来 我那可是两个宝贝孙子 怎么能挤在书房里睡觉呢 反正你也没生儿子 二房 笼共也没有几个人 不如你把主屋捧出来 跟大房换换 不行 君姑有所不知啊 这 这主屋也就是瞧着尚号 师则年久师兄 愁得很 住不得人的 你就赶紧修缮修缮哪 你看正好还能赶上正代 接我的宝贝儿子们回家 乖来乖去 就怪我加了你这么个窝囊废 成日里就知道 对着这些破除烂检发呆 都让我个妇人在外重逢县 你们成家 长兄 打仗为将 三弟 读书为官 留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 今日就连主屋都保不住了 你怎么不信简子 他若是连主柴都换不来的话 还不如一把火烧的 拿着干净 我的书姐 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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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阿富不要让紧 我来 我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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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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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屋本该就有掌资掌孙所有 只是大哥常年在争战 主屋被我们占 现在我们还回去 也是应该的 你放屁 你 这都一个是真了 齐九章的前十句可曾记住了 阿母 我饿了 可是没有力气学习了 阿母倒是觉得饿一饿 这脑子更清醒一些 读书也不急在一时嘛 来来 娘娘 你先垫垫肚子 吃吧 每吃一块多备五句 夫人 娘娘之前受了这么多苦 夫人是否对娘娘太严厉了 是 将军若是觉得我管教得太严厉 我也不愿意做这个问 以后女儿你自己教 你阿母教得对 常言道 慈母多败儿 严实才是高徒呢 你与你阿母好好学 日后定有出息 阿父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她点心拿走 她续伯计留你在家尽孝 那总可以给我们点好处吧 若不是你身子不行 杨阳又何至于是个女娃 二十余年 就因为无私 我在你阿母面前 就从未只挤过腰 本想过继腰个儿 也被四娘子给搅和了 现在倒好 好儿郎没我的份 这厚宅子也没我的份了 你还说不是她大方欺人太甚啊 其实 其实片院也挺好的 阿父住片院 读书还清静些 你闭嘴吧 你当我不知晓吗 每每我发四娘子进食 都是你悄悄地去给她塞伤 这才制使我拿捏她不住 真是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势力扒歪的东西 看看你们这妇女情深的样子 一个不 一个怂 怎么叫我赶上你们这么一对妇女 我倒宁愿我生的是四娘子 那个黑心肝的小昏肠 往日我不听二叔母的话 她就不让我吃饱饭 待我饿到头晕眼花之时 自然什么都肯听她的了 不曾想 如今回到阿母身边 超样式恶肚子 那你不爱用心读书 你想做什么 我想知晓 楼为何能建那么高 车为何能行这么远 地里为何能中庄稼 我还想看看 这世道的真是模样 这些圣贤道理 待我看过外面天地 回来再学也不迟 分明就是你懒带贪玩 还巧言吝啬 你不想学圣贤道理 本就是你无理无德 你不想听人劝谨 本是因为你性情雅兹必报 真当我看不出你的小心思吗 你举告董舅父 你就罢了 还恐吓你大母 更暗中举告你的二叔母 这些年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看不惯 娘娘举告他们 那是为臣氏 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合作之友 错在你年纪轻轻 便行事不知天高地厚 近视朝廷的生杀大事 为儿戏 险些连累了成家 还自诩聪明 若不好好教导于你 总有一日 会做出天大的祸事 累积家人 乖乖地给我看书吧 被人欺负到头上也不换上吗 我若是认打人骂 早就被欺负到泥土里了 难道还要让我学你 费了面子 省了十几年 属性连主母也被二叔母占取 装什么血量大毒 不对啊 以阿母的脾气 怎会任由二叔母 祈祷自己头上 好 二叔母 可曾歇歇啦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我和我住的院子 四娘子 不要以为你父母回来便有了靠山了 还胆敢上门来嘲笑长辈了 也不看看你那阿母 是否真与你站在一道 会为你出头 二叔母 看来我与阿母的好多琐事 你都甚是清楚啊 不错 我是派人跟着你们哪 我就想看看 你们这母女重逢以后啊 到底能有多少的情分 这线下看来 你们这母女情分 也不过如此啊 既二叔母已经看出来了 我也不必遮遮掩掩 二叔母可愿继续住在主屋 你这是又憋着什么坏主意了 这是哪来的话 我阿母可是从沙场征战回来的 你若是硬碰硬 如何碰得过大母 但若是二叔母 你 拿子嗣去说服大母 谁都说不准 二叔母未来 会不会有大母的孙儿呢 四娘子 此事还需你来提醒我 你会这么好心 站在我这头和你阿母作对 你是来框我的吧 我有什么好框你的 你也看出来了 只要我阿母不痛快 我便就痛快 二叔母 二叔母 天色不早 娘娘回房了 二叔母早些休息 你知 我知 这小混蛋 也算不枉费我的一番苦心教诲 终于给大房培养了一个好孩儿 这小混蛋 军姑物药 屋子收拾好了 军姑 之前四父只说不愿累着我们 一家人住在后院即可 我这才勉为其难 继续留在主屋的 这眼下 又说侄子们即将归来 那虚余之间 哪有那么快离出屋子来的 人家跟你客套几句 你就当真了 大郎才是成家之主 你久住主屋不肯搬 岂不让外人笑话我们 没有规矩吗 这也不是新妇不愿搬 我是问过老神仙了 老神仙说 这主屋啊 有利子息 四父住在主屋之时 这子嗣勃旺盛啊 可得了三个二郎呢 那你住了好几年 也没见你旺啊 是 我自问 不如四父会生养 至求军姑 还念在二郎的面上 可怜可怜她 年过而立之时 仍膝下无子 这旭伯嘛 膝下紫膝旺盛 自然是不信这些鬼怪胡说了 那我们这些命苦之人 军姑 还是要 逆信其有 不信其无嘛 那紫膝旺盛有什么呀 大郎屋里不就三个儿子吗 我又不嫌多 老神仙的话也未必真准 若非当初亲信于她 我也不会将尿尿留下 这么多年无人管教 老神仙说得怎么不准 我的身子骨恢复 多亏了老神仙 是 我觉得老神仙说得有道理 既然主屋望子寺 那二房 就继续在主屋住着吧 是 军姑 难不成帝父 一日不生出儿子来 他就可以一日不搬 对呀 子寺伟大 军姑 我今日在此起誓 若一日不能为陈家带向儿郎 我就一日不搬了 四父 咱家军姑这脾气 是谁也尿不过 天大地大 子嗣为大 只好继续委屈四父一家 住在后院了 只要地赴以后 莫要后悔就好 我早听说四父喜争强好胜 近日可真让我亲见了 咱们这当女人的呀 该示弱还是得示弱 要不是四父将鸟鸟逼得太高 如果她又怎会反过来替我出主意 和你争夺主物呢 此事与鸟鸟何干系 鸟鸟自治平庸 四父就是她打磨得再急 又发成气呀 还不如放人自留 依我说呀 这杨女儿可不是领兵打仗 不能操之过急 得因才施教 杨杨好学 便能学些圣贤典籍 鸟鸟善变 便得教些妇人手段 当然啦 这鸟鸟又不是我亲女 我在这儿瞎操得什么心啊 我这再操心 还能阅足带袍 超过你这亲身母亲不成 好 你工作在做什么呢 噓 阿姆罚我抽数卷 我在改刀笔 则刀笔做好了 可以一笔三字 厉害吗 看 你试试 我还有一个 真的写成了 一笔三字 你工作好生聪明 只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慌慌张张地做什么呀 下去 我跟鸟鸟有话说 还不快下去 是 昨夜你可找二叔母 指点她如何留在主屋吗 好 既要搬去新宅子 那旧宅主屋别让给她好了 你是如何知晓 我们要搬到新宅的 啊 二叔母霸占主屋 阿姆并未反对 以阿姆的性子 又不是容易妥协之人 我猜 对是为阿姆知她 站了也无用 才弃之不要的 再说 阿父随着万伯父 打了圣仗回来 朝廷风赏 迟迟未到 算算日子 也差不多了 我与你二叔母 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 都是长辈之间的恩怨 无需你插手 又不是只有阿姆一人 与她有恩怨 他们欺我 如我 阿姆都视若无睹 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着其人之身 阿姆怎就看不过去 过去我与你阿父不在家 未曾教导你 任由葛氏将你养成了 我肆无忌惮的性子 是我们未尽父母之责 之前你装病也好 举告亲长也罢 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但此为最后一次 若还有下次 我定不会轻饶 你要好自为之 拿来 拿来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 好好地看书 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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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 成时消源一听诏 至赵校尉成时 震闻 咸可兴国 见国当风 诚实身职忠孝 屡立战功 顾封关内侯 采翼曲灵 十亿五百户 以章功绩 臣接召谢恩 曲灵何请起 曲灵好 可喜可贺呀 劳烦尝试了 老头子 老头子 保佑我们哪 咱们大郎有出息了 成了将军 封了 吼了 西施真是天大的西施呢 军姑可不止这些呢 我听闻 盛上还想了续伯 许多田地呢 大哥光宗耀祖 我们为您也真是高兴 这都听完诏书了 怎的还不回房 一会儿吹风烧凉了 派德军姑又要为你担心 你心腹说得对 二郎啊 二郎啊 你要有大郎 三郎一半的出息 阿母也能闭上眼去 见你阿父了呢 阿母 我们三兄弟啊 为这个家操心最多 功劳最大的 救赎二弟了 你怎能说他没出息啊 二弟 你凭着你最喜欢读书 这次盛上赏了许多书伯 你去挑挑 可否有喜欢的 多谢大哥 大郎啊 你二弟 待你孝顺我 你就送他书伯 那儿啊 阿母一把食一把尿 把你拉扯大 你是不是 多留些给阿母啊 自然短不了阿母的 金银细软 都归阿母 儿儿 跟阿母说说 圣上都赏些什么呢 可多了 那些宝贝啊 寻常你别说我见了 就是连听我都没听说过呀 那一台台打我身边经过 多得我眼睛都不够用哦 别说了 别说了 带我亲自去看看 好 这又算得了什么 我可听闻圣上 赏了任万将军 一套大宅子呢 是 正是 不过万兄说了 他现在这个宅子 将来给咱们家住 阿母啊 到时候你就住万老夫人 如今的居处 而以元一 就住原先万将军的屋 往日离我去万将军府 对那宅子就兴生欢喜 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 我们竟能住进去了 帝父就不用去了 你不是说生不出大胖小子 就在主屋住到老吗 既然主屋这么立你 你可得好好住啊 住到死 你放心 没有人去爱您仔细 既然二弟 也和我们一起住新宅子 绝不会妨碍你 军姑 军姑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做什么主 义父所求的 不就是今日吗 这主 老神仙已经替你做过 别忘了你可在老神仙面前 立过誓的 是吧 军姑 是 是 是啊 是 是的 赶紧 对对对 是赶紧地去瞧瞧 圣上赐的宝贝啊 走 二弟 我带你去看看 大哥 多谢大哥 来来来 看你客风有喜欢的 来 不快说说 我都不散了些什么样的 来 走走走 咱们一起去 走去看大姐 走 真烧伤啊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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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